从27日深夜开始 乙军分多路向加沙发动有限的地面进攻 外界此前普遍认为 哈马斯武装在加沙修建了复杂的地下隧道 这将是乙军地面部队面临的最大挑战 美国《纽约邮报》28日称 一种名为海绵炸弹的新武器 或许将成为乙军应对加沙隧道的秘密武器 报道称 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对海绵炸弹的使用情况守口如瓶 但外界获得的部分信息显示 早在2021年乙军就已经开始小规模使用 他们可以由士兵携带 用来对付哈马斯迷宫般的地道系统 不同于传统的爆炸类武器 海绵炸弹借助可以快速膨胀和固化的化学泡沫封锁隧道 可在乙军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时 困住隐藏在地道中的哈马斯武装人员 报道称 加沙地下拥有庞大而复杂的隧道系统 跨度达数百英里 里面布满各种陷阱 想靠传统办法进行搜查 不但要耗费很长时间 而且风险极高 而海绵炸弹不含爆炸物 内含两种乳胶状微发性液体 两种液体由隔板分开 当士兵抽出隔板 将海绵炸弹投掷出去后 两种液体就会混合并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大量泡沫并迅速膨胀变硬 这不是化学泡沫第一次被用于军事用途 美军曾在索马里使用过此类非致命武器 但海绵炸弹并非安全的武器 纽约有报称 由于海绵炸弹包含挥发性化学液体 乙军在训练时 曾因为接触这些危险材料 导致一些士兵失明 英国每日电讯报提到 为了应对加沙地面进攻带来的巨大挑战 乙军士兵一直在加沙边境附近的军事基地 利用模拟隧道进行严格训练 据介绍 除了海绵炸弹外 乙军还为专业隧道侦察部队 配备了先进的地面和空中传感器 探地雷达和专业钻探系统 以定位和导航复杂的隧道网格 此外 这些乙军部队还装备了能在七黑地下进行观察的热成像设备 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自然光线的情况下工作 一家以色列科技公司还为地下作战而专门开发了小型无人机 它可以远程操作 能在复杂的隧道网络中提供关键的图像情报 甚至可以挂载武器 确保侦察过程中对潜在威胁发动攻击 另一种V型战术地面机器人 则可以在楼梯和洞穴等密闭空间中传行 但报道提到 和海绵炸弹一样 这些高科技装备也面临不同的技术挑战 特别是地下普遍存在的无线电控制信号微弱和导航困难等难题 到目前为止 利用空中战机发射的钻地炸弹 仍是乙军对付加沙地下隧道的主要手段 乙军28日表示 利用战机发射的掩体破坏者制导弹药 已经摧毁了加沙地带的150多个地下目标 但此举也带来了巨大的平民伤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射的发射